Panasonic 純蒸氣烤焗爐 中西美食都做到 連薄餅都做到 只要跟著它的預設食譜做 薄餅很快就出爐了 Panasonic 純蒸氣烤焗爐 把全部薄餅底的材料放在碗裡拌勻 搓成麵糰 在內熱容器裡塗少許油 再放入麵糰 包上保鮮紙 不過記得不要包太緊 把蒸焗盤放入焗爐下層 然後放在蒸焗盤中間 選擇預設食譜好餃 就進入發酵程序 聽到提示聲後 把麵糰拿出來 再按開始 蒸焗爐就會自動進入預熱程序 現在可以開始做薄餅底 首先在桌上撒麵粉 再把發酵好的麵糰放在桌上 用麵棍把麵糰推開 同時滾走入面的空氣 牛油脂鋪在蒸焗盤上 再放上薄餅底 之後稍微調整一下形狀 再捏一條薄餅邊 用叉在餅底上刮些孔 再塗些番茄醬 平均灑上一半的芝士 再放上其他餡料 最後將剩下的芝士灑上 要留意在預熱完成後 20分鐘內 就要完成這個過程 將蒸焗盤放入下層 再按開始進行 斬下眼就做好薄餅了 自己做薄餅可以隨便加自己喜歡的餡料 和小朋友一起做 就可以等他們自己發揮創意 選擇他們喜歡的食材 以後吃薄餅 不用再買外賣了 Panasonic蒸氣焗爐 蒸出健康好味道 Panasonic